Good morning, Jesus 尤其是我早前和你今晚 大家也很早 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看 经验第十五中二三十 靠生应对 主角疲劳 为学期时 何顶美好 当你的来面要收到一个信息 你会将他先保存起来 这个信息就会缺乏了你的心 所以你都要站在走的面前 对自己说出这个信息来 当你的来面要收到有什么信息 这个信息是我的 就像一个王兄 他在你的来面 他的态力 他的挡来挡去 他的希望 立正他生意出来 你开始基督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说出来 如果我们如果是不坚持 这个信息 就会够做一个闹人的东西 不是够做一个状况 上帝思考会对着促习 是因为我们想要 做自己的生活 材购 给到大众的意见 欢迎 来分析上帝的思绩 结果无论是在生活 健康 健康 或是在任性的上面 我们都觉得非常厉害 学生的图然感觉让人害怕 拖下的感受 所以我们就会分开 然后开始卖完 甚至后来离开到疏忽 我们必须要勉强 什么应该行动 什么应该效果 我们就信心梦中 但熟上帝的人 先来对正確的独奇 你信用的中间 基督祂就叫上帝 来比赛三宝贝 这种三宝贝就 你安慰 做手 跟宽敏的形式的上面 让人生长的形式 一个形式的基督祂 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 就是威合基 威合基是合定的美好 就是你准确的思绩的中间 你上帝的思绩来面 可以来做做手 安慰的当中 没有形式的基督祂 有一个特征 就是没有你上帝的思绩的中间 这不代表说 他去遇到什么样的大麻烦 我们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修身 并且我们以我们的 学习的改大中间 所以这段圣经 提出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知道 如何外国上帝 说出有抵护的言议 因为威合基是 是合定的美好 做出来的学习 你管他妈 我们来祈祷 提名来到你的面前 困求你 让我们可以说对话 并且知道要如何说 安慰造成人的位 在你的内面 你听心的中间 让我们三角比处 变得互相扶持 我们上帝的思文书 毕市日 感谢你 向亚所基督圣娘祈祷 阿们 敬礼哈李姊妹 我们上帝的思文书 祝你 祝你的一句